零食是吃员又名零食感官检测员 是很多人都向往的职业 每天上班的任务就是品尝各色零食 还会有人发工资 吃吃喝喝就能赚钱 近日记者来到了上海某零食品牌的工厂 专访了该品牌的零食感官检测主管黄文波 黄文波从事这个职业已有十余年 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 就是因为可以吃到零食 听上去就很快乐 因为我挺喜欢吃零食的 然后做了这么多年下来 我还是挺喜欢的 做得挺开心的 据黄文波介绍 每到一批货物他都会到库房进行抽样 被抽中的零食随后就会被运往测评室进行测评 炒货 坚果 蜜饯 肉制品 黄文波每天要检测的零食有上百种 而检测零食品质的方法 不仅有大众所熟知的吃 还包括视觉 嗅觉等多个方面 不同的零食有不同的检测方法 如坚果类零食 首先确认生产日期等外包装上的信息 再用机器测量包装袋是否漏气 随后再用秤 池等工具测评包装内颗粒大小及好坏 最后再试吃口感 挑选零食 首先要看它的生产日期是不是新鲜的 因为越新鲜的话 它那个口感就会越香越好吃 第二个就是看它的色泽 比如开心果 如果那个色泽比较白的话 就是不太好的 因为色泽白的话就是不是正常的颜色 它可能是经过漂过的 吃食吃的背后 零食感官检测员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责任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培训 记住新品类的特征 一段时间某种品类聚集 可能会引起口腔溃疡 为了保证味觉灵敏度 平时生活中也不能吸烟 饮酒 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黄文波坦言 从事这个职业以来 由于零食吃太多 经常吃不下午饭 还胖了食鱼精 属于痛并快乐着 我早上一上班 然后就宴货的时候就要开始吃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零食 可能连午饭也不想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